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地时间16日,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进行会晤,这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之间的首次正式会晤,期间,双方将就美俄双边关系,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,眼下,美俄关系正处于低谷,特朗普和普京的会晤,能取得怎样的成果? 会谈过后美俄关系将如何发展?外界拭目以待,首次正式会晤,怎样敲定的?美俄关系一直是美国对外关系的重要议题,然而受到国内有关俄罗斯干预大选和通俄门调查等影响。 特朗普2017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后,直到去年7月的德国汉堡20国集团峰会期间,才和普京进行了第一次会晤,之后在去年11月,特朗普和普京在越南县港,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再次见面,这次,两人制作了简短交谈。 今年3月,在一次与普京通话时,特朗普提议两国总统会晤,此后,特朗普也在不同的场合,提到了这个想法。 但直到上个月,美俄领导人会晤,才有了新进展。 6月15日,俄罗斯外交部称美俄双方,就政治接触进度表进行了讨论。 27日,普京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,双方敲定举行领导人会晤。 28日,美俄发布消息称,两国总统将于7月16日,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会晤。 地点为何选在赫尔辛基、特朗普和普京的首次正式会晤地,点定在赫尔辛基。 这一地点的选择,有着不少门道,作为此次会晤的主办国,芬兰与俄罗斯和美国双方都关系良好。 过去一年里,美俄赫外长级会谈,和美俄最高军事指挥官会谈,都在芬兰举行,即将举行的美俄领导人会晤。 延续了芬兰主持东西方对话的传统,从历史上来看,赫尔辛基已经多次见证了美苏、美俄关系的转变。 1975年,美苏领导人在这里签订赫尔辛基协定。 1990年,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这里会面。 1997年,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也在此会晤,在从低力和时间上来看,芬兰与俄罗斯有着漫长的边境线,从莫斯科飞到赫尔辛基只要不到两小时,对普京来说交通便利。 美国方面,特朗普11日、12日两天,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,之后启程访问英国,在15日晚间抵达赫尔辛基,这次见面聊什么? 根据俄罗斯方面提供的消息,在赫尔辛基会晤期间,普京和特朗普将讨论美俄关系现状、发展前景以及其他重要的国际问题。 白宫的声明则称,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双边关系,以及一系列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。 关于这次会晤可能涉及的具体话题,特朗普本人说,他打,算和普京聊很多事,包括乌克兰和叙利亚局势,甚至还可能聊聊克里米亚。 不过,对于是否延续对俄制裁,是否承认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,特朗普的表态模棱两可。 只是说等着看,特朗普还称,他在和普京会晤期间,会再次提及俄罗斯干涉美国总统选举。 对此,俄罗斯回应称,如果特朗普在会晤期间提到这个话题,普京将重申俄方立场,那就是俄罗斯从来没有干预美国选举。 此外,根据白宫方面的消息,此次美俄领导人会晤的议题,还会涉及军控,俄对美发动网络攻击等。 今年上半年,俄前特工中毒案引发俄罗斯和西方的外交战,也让俄美关系再度降温。 图为3月29日,美国驻圣彼得堡总领馆,美俄关系好起来,随着特朗普和普京会晤的日程敲定,美俄关系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。 此次会晤也引发外界对美俄关系转好的猜测。 关于对这次领导人会晤的期待,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,本月初,在白宫吹风会上介绍称,特朗普希望通过美俄总统会晤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。 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,也表示,俄方相信这次会晤,将推动改善两国关系,虽然双方都释放出了积极的声音,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制裁和反制裁战。 通俄门调查,在叙利亚和伊核等国际问题上的博弈,这些长久以来一直是美俄关系难化的看。 加之今年上半年,俄前特工中毒案引发俄罗斯和西方的外交战,也让两国关系再度降温。 此外,美俄关系发展,还在一定程度上,受到欧洲盟友制约,近日,欧盟赶在俄美总统会晤之前,宣布延长对俄经济制裁,这一时间的选择引人联想。 外界对即将进行的美俄领导人会晤并不乐观,大部分分析认为,仅仅一次会晤,并不会让美俄关系出现实质的转环。 不过,鉴于这次会晤是两国领导人的一次战略性沟通,因此仍存在寻求两国关系绒兵的可能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